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显然这种事情不是第一次发生了 此刻没有被狂风吹走的几名修士急忙滑了下来 他们连冰封的几十分之一都不到 如果继续往上爬 越到高处就越危险 谁也不能看电影上面有没有真神之花 若是没有真神之花 这样爬上去 岂不是白费力气 一名女修看着那高不见顶的冰封说了一句 没有人回答她的话 有没有真神之花 只要自己心里有数就行 不相信的可以走 走了一个 还少一个竞争者呢 侯宇成却突然站出来说 各位朋友 我觉得这样单打独斗 这里就算有人能爬上风顶 也很难以下来 你算什么东西 一名满脸胡须的男子冷冷扫了一眼侯宇成 她的修为已经到了圆丹境 看侯宇成显然没有到圆丹境界 也敢在这儿狂言 她心下十分的不爽 侯宇成依然面带笑容 半点都没有被激怒 我不是东西 天魔宗侯宇成是也 听说侯宇成是天魔宗的 这满脸胡须的大汉倒是不敢继续针对她 天魔宗为三天宗门中的一个 这三天宗门分别是天剑道 天音宫 天魔宗 别看天魔宗排名最后 但这宗门极其诡异 一不小心置你于死地 你还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 不知道侯兄有什么好的想法吗 又是一人站了出来 对侯宇成报了报权 不敢 侯宇成风度极佳地报权还礼 然后说 这冰封上面 常年寒风呼啸 越往上寒风越强盛 我的意思是 大家齐心合力挖掘兵阶路 只有这样 才能以最省力和最安全的方式 移道上去 这样岂不是便宜了后来者 胡须大汉皱眉说道 侯宇成微微一笑 并没有回答这胡须大汉的话 这胡须大汉冷哼一声 哪怕修为高于侯宇成 也不敢再次发作 一名身材瘦小的修士 主动说 以这冰封上的狂暴寒风 要不了一时三刻 后面的路就会被狂风严寒抚平 不过我们这么多人上去 那上面不可能有这么多真神之话 到时候怎么分配 那倒是个问题啊 满脸胡须的大汉一瞪眼睛 怎么分配 谁有本事谁抢去 谁没本事谁滚蛋 一些刚刚步入住灵境的修士 很是自觉地退了开来 他们这种修为参加挖阶梯 那就是为他人做嫁衣 见莫无忌没有退开的意思 屈婉儿微微皱眉 最后只好主动建议 让他要不然就留在这好了 莫无忌却是微微一笑 不用 我也参加挖台节 能多出一份力气 总是好的 一名女子听了莫无忌的话 实在是忍不住笑出声来 莫无忌周身 没有灵蕴闪动 平淡无奇 作为一个修士 谁都能猜出来 莫无忌资质很低 而且修为也非常一般 资质越高的修士 灵性越大 作为一个修士 对灵性那是极其敏捷的 小弟弟 应该还不到助灵境吧 你跟上去 恐怕是真的 只能出力挖兵阶了 你还是留在这吧 真神之花就算是有 也不会很多 这扑痴笑出声的女子 又补充了一句 此女相貌一般 说话带着些调侃 莫无忌却知道 她没有多少坏心思 应该是知道 如她这种修为 跟着做苦力上去就罢了 到最后 说不定还爬不到顶峰呢 莫无忌呵呵一笑 多谢这位热心肠的姐姐 我从小就爱帮助人 就连扶跌倒的老人 我都不怕 又岂能爬这区区的挖兵街 能为各位师兄师姐处理 那是我的荣幸 几名听到莫无忌话的修士 面面相去 就是侯玉成都不知道 莫无忌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不过莫无忌最后一句话 大家总算是都明白 那就是莫无忌虽然修为敌 但爷愿意貌似处理挖出兵街来 那满脸胡须的男子 此时倒是嘿嘿一笑 对莫无忌说 小子 有前途 说完 他就瞪着侯玉成说 现在愿意一起上去的有六十多人 你看如何分 我们现在就动手 其余的人也都看向了侯玉成 显然都希望侯玉成 能带头说出挖兵街的办法来 侯玉成一抱全说 本来我是建议分成两组的 现在只有六十三人 我建议大家一起动手 挖出一条S形状的兵街路 然后依次往上 这兵风很是坚硬 一个人挖的话很难 如果我们一起动手 那将容易十倍都不止 好 就这么说 胡须男子一拍手 第一个祭出了自己的法宝 他的法宝是一件很精致的细灵锥 其余人也没有意义 纷纷取出了自己的法宝 墨无忌只有一根天机棍 他也只能取出自己的天机棍来 你的法宝是一根棍子 徐婉儿都有些无语了 在修真界 用铁棍做法宝的绝对不是没有 但那也是凤毛麟角 如墨无忌这点修为 也敢用铁棍做法宝的 那就是绝无仅有的第一人了 嘿嘿 好 有个性 胡须男子哈哈一笑 首先站好了位置 侯宇成也是有些愣神 在他想来 墨无忌的法宝很有可能和雷系有关系 没想到最后 墨无忌拿出来的却是一根铁棍子 他很快就恢复了正常 大声说 现在 大家一起开始 众多法宝同时轰在了冰封之上 造成的轰动 巨大无比 原力加持在一起 仅仅一次 就把坚硬的冰封 破开了一层浅浅的阶梯 众人都是大喜 这冰封 果然需要大家齐心合力 这绝对不是一加一的效果 而是远远大于一加一 墨无忌因为修为最低 被分在了最边缘 这里是最危险的地方 他却没有任何办法拒绝 在知道这里可能有无量断魂精之后 墨无忌就坚定了要爬上去的想法 好在墨无忌的天机棍威力还不错 倒是没有人拒绝他参与 毕竟对于这里其余的人来说 只有拓脉镜的墨无忌 根本不可能竞争真神之花 等同于一个免费的劳动力 同名之声一路向上 兵渣四处飞溅 众人也是缓缓地向山峰顶端移动 在众人的身后 是一条扭曲的冰路 这条冰路在冰封上 形成了S型蜿蜒向上 仅仅一天的时间 一群人就爬到了冰封的半山腰处 后面的S型冰路 亦是渐渐模糊起来 朋友 我认为这里所有的人都低估你了 我是程契玉 来自金枪宗 和墨无忌最靠近的是一名中等身材的青年 他越往上就越诧异 因为墨无忌开辟出的冰阶路面 并不比他开辟出的面积少 甚至还会多上一些 更让他不解的是 墨无忌每一次开辟冰面 都会先用铁棍轰出一个略深一些的冰洞 这要浪费更多的原理 这让他认识到墨无忌的实力 不仅仅是唾卖这么简单 墨无忌 散兄 成兄的名字倒是很有个性 墨无忌也是微微一笑 一路开辟过来 他看得出来这程契玉的实力应该在柱灵四层左右 不过耐力似乎并不会比他强多少 他一路行来并没有服下丹药 依然还有余力 可这程契玉似乎有些疲倦了 程契玉自嘲的一笑 我的名字是我自己改的 原名叫程契玉 程家出了一个天才修士 程和坤 所以想要让我们放弃绝大多数修炼资源 全部去堆积那个程和坤 我不甘心 离开了程家 最后侥幸进入到了金枪纵 墨无忌心里倒是有些疑惑 这程契玉进入五星荒域的名额是从哪来的呢 不过这种问题他也不会问就是了 墨凶一个伞修能走到这儿 程契玉一句话还没说完 一股冰寒狂风席卷而至 这道狂风没有任何前兆 突兀的就这样席卷过来 本来这里的人在冰封上开辟了一天的时间 也没有遇到狂风袭击 都觉得也许之前的想法太过于保守了 没想到 就在大家刚刚放松了一些警惕的时候 这股狂暴的寒风却突然袭击了过来 十数道人影被狂风卷着 直接从这S型的兵路上消失不见 从这种地方被卷走 活下来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墨无忌和程契玉同样被这股狂暴的寒风卷中 墨无忌的反应极其迅速 他几乎是在狂风刚制的时候就扑倒在了冰阶上 同时抽出了尖刀插进了那个冰洞中 整个动作行云流水没有浪费半戏时间 显然不知道在脑中预言过多少遍了 做完这些 墨无忌还来得及伸手往后一抓 一被寒风卷出冰阶的程契玉运气不错 一只脚被墨无忌抓在了手中 整个人也倒在了冰阶之上 人一倒下来 受到狂风的席卷力量就要小伤很多 程契玉赶紧死死抓住身后冰阶上的凹槽 半点不敢松开 呼啸的冰寒狂风来得快取得也快 等狂风消失不见的时候 众人才发现冰阶上的修士少了十几个 很多位置空空荡荡起来 墨大哥谢谢你 尽管程契玉的修为比墨无忌高 但此刻他仍是激动的躬身向墨无忌道谢 口称大哥 墨无忌刚刚救了他一命 他的感谢是发自心底的 要知道刚才那种情形 就算是来得及伸手 换成别人那都肯定是不会伸手的 那种情况下伸手相救 等同于把自己置身于更加危险的境地 墨无忌拍了拍程契玉的肩膀黑黑一笑 别在意了 我和你说过了 我最乐意的就是乐于主人 你看 我不是在这儿为大家挖冰阶吗 不朽凡人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由小编子和粘水笑为您播讲的 不朽凡人下一集 小编子和粘水笑为您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编子和粘水笑为您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